我是今天這一場的主持人 我叫阿倫 那今天很高興可以來主持這一場Ivan Ivan的Session 那Ivan他們都是做了很有趣的東西 如果大家對物聯網有興趣的話 或者你已經在這個坑裡面了 或者你打算入這個坑 那接下來大家都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東西跟東西之間要怎麼把它連起來 比如說椅子要怎麼跟桌子連起來 那椅子太大的話 你是塞不進那個桌子底下的 那即使這兩個沒有插電的東西 你都要想辦法統合起來 那更何況這些要插電的東西 之間是很難通訊的 現在有好消息的就在 我希望我不會開場 然後就把Ivan的時間都講完了 雖然有一場Session的Speaker跟我們說 如果他準備投影片的話 主持人可以把他的時間用完 那不是這一場 好 那這樣好了 我的開場版已經用完了齁 大家有問題我們直接來QA好了 那直到Session Session開始我們就 所以我們這場比較特別 我們都是QA在後面嘛 你看這一場QA在前面 那我們相信Ivan可以幫我們解決大部分的事情 講者是萬人的 來 大家來聽這場一定心中有一點 好奇心 或者是已經帶了問題來了 這個Mine的手贏 這個有點辛苦 要對著他 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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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 你覺得跟這個講題 你做的project 或者你的興趣 跟這個講題 是超有關係的 我有關係的情況 我們來舉個手 我們來點鼓動好了 好 來conference 就是放鬆一下玩一下 剛剛主席有講 交朋友的事情嗎 沒有 要 好 那 大家覺得 東西跟東西之間 連起來的困難點在哪裡 覺得人類是自私的動物嗎 牠可以這樣嗎 請問再說 各位有 有在曾經做過物聯網相關的應用 或是 正在做物聯網相關的應用 麻煩舉個手 喜多嗎 好 沒有 嗨 還蠻多的 OK 所以有用過 有聽過藍牙 NBOE 或CP的人 怎麼舉手 OK 好 那各位都有聽過 那我接下來要講的主題 其實就是 會用到這些技術 也是希望說 我們東西 我們在做的這個開運算 能夠幫助大家 來 來 更快速的開發這些應用 然後幫大家解決一些 應用上的一些 開發上的一些問題 我可以爆雷嗎 我已經看完投影片了 沒有 在趕快這裡喵的時候 我覺得 還本講的東西還蠻有趣的 對 有的時候 做 做IoT 做物聯網 剛剛我們提到 東西跟東西之間很難連起來 那 所以我們 平常就在 相信在座的大家 也都在解決 怎麼 讓它連起來之後 會動 然後 把兩個東西連起來之後 要把三個東西連起來 再把四個東西連起來 那 背後再去把 一些 business model business model 帶進來 那 Iben 他們家 他們公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些東西 想辦法簡化 讓大家 快速的上手 那如果 前一場你在 聆聽的 Respect 我剛剛做的事情 就是類似的 如果你自己去 買一顆 SoC 買一顆CPU 打在一個板子上 你接上你的螢幕 螢幕通常不會亮的 那螢幕要怎麼亮 背後就是 你中間要走哪一個 螢幕通道過去 然後螢幕通道通了之後 裡面 不知道要怎麼通 然後 之後還不要怎麼通 一路打通到 到 CPU裡面去 那博康幫大家 先把這個東西 先簡化了 先做一個 Respect 所以大家只要用標準的 HDMI的通道 就可以開始用 我相信工作人員也非常專業 小弟當年是銷售組的 所以那我們今天 我們來逛虛擬攤位好了 大家知道後面有什麼攤位嗎 我們其實 那我們來爆料 爆銷售組的料 這樣 銷售組是一個 很辛苦的一個組 然後 我們就會把大家 大家 很有趣的一些攤位 把它找來 然後這些有趣的攤位 就會跟我們達成一個DL 然後我們就會 左手交情 右手交貨 旁邊 那讓大家可以舒舒服服的 在這裡享受 高品質的講者 跟這個Session Room 可以 然後下去 然後下去 看那個計畫 那我就不用爆料 但身為主持人 我還是也可以 非常 非常 真正的任務 就是要把Session Room 結束 哈哈 我覺得可以 不用Slide 就先來一個 艾恩的自我介紹 好不好 OK 我是今天的主角 艾恩的 那 其實我是第一次 來 Post Club 參加 這個活動 私房當中 這樣子 那 隨便 所以我也是私房親戚 然後第一次在家 也是要透過 我 不像在這裏面 用一點錄場 就變成說 我只能靠Cuse 然後還要修Q1號 那錄場 那變成說 那我首先 我可能實在沒有投影片放置 我跟大家做 那 我是一間 實創公司的 投放的 那是總統創辦監場 那 我們公司在做的 像互聯網相關的技術 那其中大部分的技術 都是開遊戲 適合無聊的專案 那 首先我可能要跟大家 那個 坦白一點就是 我不是軟體人 我不是 我是硬體背景出生的 算是RF 的 就變成說 如果我到時候 在回來講的時候 有一些用事不太精準 然後請大家多多幫忙 自我介紹 那 為什麼我們會 做軟體呢 是因為我們 我們在互聯網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 現在 物與物連結 它基本上 需要一個 SERVER 對 那 要來管理所有的 一些機器 那這個就是 之前 有一個話題 叫WOT 就是WIFO FACE 這個話題 也是蠻熱門的 所以變成說 大家都希望說 人機介面 就是 人量能夠直接 跟裝置互動 就變成說 人跟裝置互動介面 那現在說 以前那邊就是 你需要一個瀏覽器 就是WAB 所以說 WAB 你要怎麼跟一群裝置溝通 那實力要過過於SERVER 所以變成說 我認為覺得 最適合做SERVER的 一個技術 就是NOTJS 好 隨便說 這個就是我們 這次的就是 我們最適合的 有一個 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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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一個 有一個 或是 有一個 有一個 好 直接接球 接球不了 如果大家要踢到 -接球 -干嘛 -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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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寫了 - 寫了 - 寫了 - 算了 - 寫了 - 寫了 - 好了 - 好不好意思 我應該還有三十五個都可以加 我可能中間可能會加快一些數 大家可以夠包嗎 - 拿這個就好 我們就正式來一個開場了 然後我是主持人Early 那今天這一場是 Earland幫我們帶來的Greeper Greeper是他們公司的一個 主導的一個產品 那Earland他們家 他自己就是做RF主持人 所以就跟他拿到剪刀產品 那演技人其實做軟衣整合 最麻煩的就是 我們總社會有一個東西要先去 學完之後再跨界到另一邊去 所以我們的用資通常都不會很精準 那願意跨過去開始了解另一邊的痛苦 然後這就是個開始 那這整個開始呢 Echo大會主題就是炸粉 這一切就是從說明之處 給他去 User Man開始 我發現我又要再穿這場繼續了 怎麼了 華碩 華碩從開始就算完了 那我們又要再怪華碩一下 再當中華碩的 我們剛剛怪了一個MTK 然後那個寫的大門 不要再怪大家 我們要那個 大會主題是什麼 龍通 對 好太好了 那我們就把現場交給Ivan 掌聲歡迎Ivan 我Tempo沒有抓對 那我再看一下 好可以了 那掌聲可以再來一下 欸欸 不好意思我們是第一天搭檔 明年再來一次就會比較順了 明年要再準備一場 好不好 好 好那我們掌聲歡迎Ivan 我來掌握大家一些時間 那我是今天主獎的安導 那剛剛也介紹過 我是一個 烏魯弄CX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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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那什麼是烏魯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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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用烏鴉來傳信 之後戰爭開始 因為需求資訊要傳遞 所以透過一些驛站 透過碼來傳遞 進入工業時代以後 發明了電報機 他也算是人類第一次使用比較高科技的裝置 來透過在遠端互相傳遞資料用模式電碼 之後電話發明以後 大家就看到就是電話來通訊 首先大家認為第一台所謂的物聯 Machine to Machine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大家都覺得是從一個來電電視系統 是第一個有結合電信與計算能力的機器 這也開始了所謂的M2M 就是Machine to Machine的一個時代 那從M2M開始 M2M其實就是物聯網的一個前陣 那大家都這個已經存在了幾十年了 那現在比較紅的就是IoT 那所謂IoT它為什麼是從M2M進入到IoT呢 M2M其實就是比較無聊的一個通訊 它就是通過某種Protocol 無線或有線來通通傳遞某種訊息 那自從那個有Internet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透過固定的IP 然後透過那個定點IP 特別IP就是你可以直接知道 相對的位置 你就可以透過一些IPProtocol 去跟對方傳遞訊息跟資料 那其實在一年多前 大家也是在提到一個叫Io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這專業名詞很多 變成Everything就是 它其實在IoE更上一層就是說 它包含了所有人、事、物、全部結合 然後包括結合最新的Big Data或是Service 想辦法把所有的訊息都轉成可以跟人溝通的一個介面 然後把這些行為轉成某種Action 那就是IoE 那不得不提到那個Web of Things 之前也是學Node.js Node.js他們也是有在 也叫WBC Store 他們有在在推那個 Node.js Web of Things 就是大家還是希望 因為人質界面主要是透過瀏覽器 那大家還是希望說 我身為開發者 我希望可以透過Web去操控控制一些IoT的一些裝置 那使用的可能是更高級的 更高層應用層的一些Protocol 那我們為什麼會做這個開啟裝 就是因為剛剛也提到 我們是看到了 Node.js在IoT設合上的一個潛力 那它為什麼是很適合來做一個所謂的IoT設斷呢? 那可能幕末也要介紹一下 Node.js的一些好處 那第一個就是它的開發者眾多 那根據統計呢 軟體的開發者 全世界大概有1800萬 那大概有55% 至少我們在這個區域都會使用降到Sql 所以這個人數是非常客觀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社群 資源非常龐大 那也歸功於NPM這個系統 所以說它上面基本上 像Node.js上面的Page 已經達到基本上37萬的Page 然後每個月的download量 基本上都超過數十億 那Sql IoT 在用Node.js開發的硬體廠商 也是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看到最熟悉的樹莓派 然後BeeplePong 這些都是討論的系統 隨便說它們要支援Node.js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那也歸功於那個 不大的推廣 所以MTK也推出了第一個 CP值高 然後輕薄短小的一個MT-788 那麼它上面居然可以 在這麼精簡的系統 居然可以把一個Node.js 實在是蠻厲害的 OK 那 也因為說Node.js它的模組非常多 所以變成說大家要使用各種Podercode 那也不是一個問題 你要找NQTT Codef 什麼這些都很容易都找得到 很方便使用 那為什麼要用Node.js的原因 還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它的特色 它是Non-Blocking I.O.的一個特色 還有它的FETA部分的一個機制 那大家知道Node.js基本上一開始用來說 WebBundant ServerBundant的一些應用 那我們是覺得這種機制也非常適合來做物聯網的一個Server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未來要控制裝置 你要跟裝置的互動 你就是要透過Web 隨便說你不管透過手機NP Web 或是你從Web 透過Web 就各式各樣的Request 可能都是很集實 然後大量的 隨便透過Node.js的那種Event Loop 然後它分配給那個處理去處理 那再透過最終終端是要控制什麼 是要控制一些裝置 那裝置那些無線裝置基本上 物聯網裝置它有特性就是它大部分要省電 它會睡眠 隨便說它回應時間不會很快 它可能是隔一陣子再回應 隨便說它都不是同步的回應 隨便說它可能會透過一些扣費的方式去 再去做某些Action 那第二個特性就是它是Event Driven 就是它是世界導向 那這個我可能也不多做說明 那基本上物聯網的世界它基本上 我們認為它就是一個靠時間觸發的一個時間 比如說你會想要透過一個紅外線偵測器 來做一些事情 或是你新鮮藍巢買了一個無線的燈泡 你安裝在家裡 那這些東西都是需要透過一些監禁的機制 把一些訊息收集起來 然後再靠一些Handler去觸發某些Action 所以變成說它大家可以看到右方有 這個是我們的其中一個專案的一些Semple Home 變成說我們可以去 我們的身手主機會去監聽比如說IMD的訊息 那其中的Handler就是你可以處理 透過Message的Type 所以你可以去分別去處理不同的一些訊息 然後達到我們想要的Action 然後再根據裝置的行為去做某些的動作 那也是基於說之前的那些Node.js流程 就變成說我們在開發開源專案的時候 就是目標就是用Node.js 好來做一個Freebird所謂Freebird.js的一個project 那它是一個前段的導向 開發導向的一個物聯網智慧達到器的 一個快速開發框架 那很多人在做物聯網框架 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不是以前段開發為導向來做切入 很多人都是以魚端或者是以裝置端做切入 那我們是特別是針對廣大的人 像是Suite Program 社群來做這個架構這個整個框架 那所以這個框架都了解沒什麼問題 第一個 我可能先從物聯網遇到的挑戰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物聯網遇到什麼挑戰 第一個就是破碎化的通訊標準 相信大家 剛剛有不少人是有在結束物聯網 所以可能會知道我在想什麼 那講到破碎化的通訊標準 我可能有兩點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通知性的網路的相容性 那大家可能沒玩過物聯網 大家剛才聽過藍牙 所以變成說因為手機至少有兩個通訊標準 一個是藍牙 第二個是Wi-Fi 然後再來還有三句十句 所以變成說很多在切入物聯網的一些廠商 他們會做了各式各樣的一些智慧家庭的產品 都會以藍牙為基準 那但是有個問題就是說 雖然藍牙有一個叫SIG聯網 它有定義一些所謂裝飾溝的一些脫法 比如說呼吸心跳、心率這種感測器 它有定義一些物件和資料格式 但是它很多基本的卻沒有定義 OK 那比如像燈的開關 這種最基本的它卻沒有定義 所以變成說這種東西 各家廠商各自會定義自己的格式 那很多廠商他們也不願意去做相容性 所以他們覺得說我這麼辛苦 拍摹我做一些智慧裝置 我就是要堅定自己的測態系統 我為什麼要跟人家相容 為什麼要讓人家站我的名義 可以來控制我的東西 所以有些大部分人會有這種心態 所以變成說導致說我每一項裝置 可能都要有各自的APP去互相控制 所以導致很麻煩 那這個就是一紙網路的相容性 一紙網路不只是藍牙 現在很多不同的東西 譬如像CB或藍牙 那因為美國算是這家庭比較 算是他們的導入會比較緊 在我們之前 所以他們其實有些人想到說 欸那我做Immultiple Gateway 支援不同的Protocol 所以變成說 但是你雖然可以從公司支援CB 或者是藍牙 那不代表這兩個Protocol之間的裝置 可以互相互同、互相控制 比如說我今天買了一個CB的開關 我公司CB的燈泡 那我同時今天又買了某某廠商的藍牙燈泡 那這時候我想說 欸我一個開關 我剛才也要可以控制所有的燈泡 我為什麼都要一堆 所以變成說那我到底 我CB的開關是不是可以控制藍牙燈泡 那其實就有這個問號 所以大部分都不行 OK 所以變成說你勢必要透過APP 或者再買一個藍牙的開關去控制 所以就會很麻煩 那導致說現在物聯網世界大概是這樣 就變成一堆人一窩蜂來做一些智慧家提供產品 或是一些智慧裝置 那各自有各自不同Protocol 他透過自己各自的Gavit去做控制 那譬如說那也有各自的APP去控制各自的一些裝置 那藍牙可能不用透過Gavit 但他可能直接透過APP 所以變成這這麼多的東西就很麻煩 所以對於開發者來說這就已經非常麻煩 然後根本是使用這個 所以那個心情會非常不愉快 那大家會想說其實這個問題應該有解答 有個救星叫什麼 IFTTT 就是this and that 很多T 那他這在做什麼 就假如A我就做B OK 所以變成說假設我想要做一件事 我可以透過APP設定 譬如說我一回家我有一個 我完全真的其實偵測到我主人進門了 我就去打開電燈讓客廳亮著換音火 那為了做到這件事情 聽起來很方便 但是其實實際上不一定那麼快 他的主要的被他詬病可能是速度 因為你從手機APP控制某一種東西 你可能要透過IFTTT的一個雲端的設備 那你可能要透過不同的兩個網路 我對中華電線網路接到美國AT&NT 然後再通到Amazon的Service再回來 那可能像美國Nest這個裝置 他可能他自己有一個雲端裝置 不能直接控制他 所以變成說你還要從一個Service 跳到另外一個Service再往下 所以變成說快折可能1到10秒 慢折大概1分鐘到10分鐘我都有聽過 所以變成說你本來期待說你進門 燈就會亮 但結果變成說你進門可能10分鐘燈彩亮 他不如就自己手動打開就好 那第二個挑戰是有系統的開發方法 那我們為什麼會自己跳下來做框架 其實我們一開始不是想要做軟體框架 我們一開始想要做智慧家庭的一系列產品 但是在做的過程中發現說 怎麼都沒有很有系統的開發方法 都是要靠自己去摸索Studdy 因為我們在很早大概2年前就開始做這件事情 所以變成說大家可以看到說 你要做一個物聯網應用 你可能單純只想做應用而已 但是不得已需要可能需要說 我也要懂任題啊 問題啊 甚至議題 那我要接到雲端 我可能要懂一些雲端的Service 可能這個API 甚至是潛入制系統 我可能也要稍微有些了解 就在了解這個我固定懂不同網路的Colocode 所以我可能最簡單的就是我透過WiPi 還有HTTP或什麼 那個是最簡單的Colocode 8、9都很寫好 所以變成說你要開發 其實你想開發的就是product跟service 而不是處理很底層一些大發的東西 所以目前看來就是 你如果要開發一個比較好用的應用 可能要上支電話上支批 上通語端 然後下支MCU node的一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辦到 就是每個人都是不錄 也不是每個人都是前方向 所以變成說很麻煩 那時間 覆蓋客已經說過了 時間就是那個時間就是金錢 生命要浪費在美好的事務上 就是你做到JS 那所以FreebirdJS 我們這個開源軟體 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那它第一個 它要解決 我們是想要解決相容性的問題 不同的Vocal之間它現在基本上不會相容 那第二個 就算我有支援 它們也不見得會互同 所以我們想做到的不只是支援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希望提供快速開發IoT 在SERVER端應用的一個把援 就變成說你可以不用局限在於手機開發 你不需要綁被JS或iPhone綁在一起 或是你不需要去學SWIT 那你可以用什麼開發呢 你可以用加到SWIT、HTN5 跟Fuple的那個Fuple這一支框架 然後去開發 那這些都是 都不是假的 那至於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架構 那我們FupleJS的架構基本上 可能就是 粗淺來分為三層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底層的那個 Dripe Control的那個Layer 那底層的Layer就是 當然我們這些就是用一些好用的模組 SWIT、POR 啊、SWIT、NOPO 就是把底層主要是跟晶片段 溝通 跟不同的經驗到的溝通 把風包往上來Hass丸丟上去 那上面的網路層 控制層跟管理層 它會做什麼事 我們基本上做了很多各種不同的模組 像上面列到的模組我們都在做 就變成說 各種Portacle 其實它都有各自的管理的行為 然後晶片上其實有自己的API 像一般人想要去控制 它不會一個個去KAPI 然後還要study它的網路行為什麼 這些東西我們都study好了 所以變成像這種行為或管理方式 我們都其實全部都是用到SX 去把它丟起來給 然後做出一些統一的 然後再更上層有一個統一的方式給大家用 就變成說我們是怎麼樣做到互通性 在這些Portacle當中 我們是怎麼做到互通性的 就是有人說就是在這層不能互通不簡單的方式 就是在上面再插一層 這變成說我們就是在上面再加一層類似抽象層的概念 就是把這些不同的行為 找到一些統一的標準 把它API包裝起來 做一個標準的API 然後再基於一些國際的一些標準的智慧物件的格式 把這些控制的方法或屬性全部 用同一的方法讓最上層的開發者 要開發的一個選擇 可以用那個很簡單 用那個JS的風格去開發應用 那同時之間呢 我們為了讓 我們也是為了考慮到 在不知道的WOP之前 其實我們都是考慮到要透過介面 去跟開發者的互動 所以變成說我們會透過WebSarget 大家應該知道WebSarget 它是一個比較雙向式的 它是Realtime的 所謂Realtime的即時的Web 一個底層的一個技術之一 所以變成說 我們也有定義一個 WebSarget、Line跟Server溝通的一個格式 透過這種簡單的格式 我們就上層的開發者 可以設計他自己Web跟APP 直接去控制底層的裝置 而不需要去管什麼 抓繪或是網路溝通的協定 同時因為我們自己沒有在做雲 我們在做的東西都是Local端 就是所謂的Gateway端的一個Server的設定 那如果說大家想要結合BicData 大家很記憶 用這些紙很多模式 他可以自己定義自己Retro介面 然後去接到上面的伺服器跟雲端 我們這邊集中有一個紫色的就是我們自己的一個專案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叫Lineway MQN 我這邊選手Lineway MQN 那這個專案到底在做什麼 所謂Lineway MQN 它是一個輕量型的MQTT的機器網路 那MQTT其實很熱門 大家都來用MQ那個什麼 那個IBM基本上也有大概支援 那一開始的發明是IBM 它發明了這個訊息傳輸的機制 那就是很熱門 像那個LAS在推那個空氣傳播 他們也是在用MQTT把空氣丟到一半 那MQTT它基本上一開始第一的時候 它只管到了訊息的傳送 它透過一波格 可以讓不同的Client去Publish 跟Subscribe 訂閱發布它自己的消息 然後這個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傳輸的Portocom 那但是它缺乏什麼 它一開始設計這個的時候 並沒有說有物聯網這個東西 就變成說 裝置跟裝置之間 你又透過你的MQTT 它不能夠相認也不能夠相容 就變成說我們結合了IPSO 這個聯網定義的一個智慧物件的格式 就變成說讓不同裝置之間能相容 那Client端可以用很容易理解的方式去組織支援 所以這段也可以去用一些URL的方式去分配 然後query你原段裝置的一些resource 那再來就是我們還看到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沒有管理的行為 它只是單純訊息傳送 所以它要能夠管理一個龐大的網路 它需要結合一個 它勢必要結合一個網路管理的一個協定 所以我們就找到了LiveM2M 這個通訊決定來做到最基本網路管理的需求 所謂網路管理就是裝置的加入刪除啊 這些基本的東西你也能夠被管理 那當然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這全都是用NodexS去寫的 所以變成說你可以用套用各種不同的模組 再去做其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開選專案也是放在網路上 其實這些問題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整個物流網問題的一個縮影 那它就是在變成一個 其實我們每一個模組 我們做的每個通訊模組都要客戶這些問題 那這也是很多時候在做IoT也很需要客戶 那我們第二個專案是剛剛講到藍牙 把藍牙大家各做各的 然後裝置些不能相容 隨便說我們在做藍牙這個通訊管理模組的時候 然後我們制定了一個像BIPSO 比如說的一個固件格式 它是其實是接近IPSO的模型 套量在藍牙上去解決一些藍牙裝置相容性的問題 因為IPSO它所定義的模型有大概有51種 所以你想像得到的Sensor或想像不到的Sensor 它都有定義他們的一些資料或資源的屬性跟方法 那我們把這些東西整合起來放在藍牙身上 那所以大家也可以連到這個網頁 去看一下說假設你有不同的Sensor 比如說溫室路Sensor 那我要在我的Antiby上面用什麼樣的物件格式 那你可以去點選一下 我們也會自己會跑出來它的Sample Code 然後用C的方式 那基本上任何藍牙裝置 它只要在這底端 它的物件格式是用我們的格式 它都可以直接透過我們的航架加入並接受我們的管理 那同時也可以接到上面的web 那我們其他要解決的問題還有什麼就是 大家其實都在討論雲端 就裝置直接上雲端 然後雲端再做一些設備 但我們看到的是它其實需要一些Local端的Service 不是什麼資料都一定要丟到雲端再處理 有些資料可以在很低端的處理 比較即時的處理 但是就在本地端做 那之前為什麼我們這樣做 是因為缺乏一個好用的框架 就變成說我們藉由我們對框架 我們蒐集碰的HoloGo的資訊 你在本地端端就可以用JS風格去寫這些應用 不一定都要在雲端寫 那當然你覺得有些資料有必要pass到雲端 你可以從丟個完再去丟到你想要丟的雲端 這也是可以的 就基本上綜合之前我們在講的是 我們其實在做的就是降低物聯網的進步的一個應用的門檻 那我們認定的IoT其實就是Internet加上Machine to Machine 就是透過網際網路還有一些不同的Protocol 透過我們這樣我們會幫你處理完這些不同的Protocol 同時我們也可以顧到你要上傳到雲端也好 或者是你要顧到的機械鏈 你會有些你想要開發User Interface 你是前段工程式管理底下 但是你想要做一些物聯網應用 可以透過我們的框架 然後把它載入到一個宿媒派上 簡單的就可以去透過網頁去操控一些裝置 那第二個就是像我們其實都有做一些開發者跟Maker的套件 那中間那個六個模組是我們做藍牙的模組 它基本上都是follow我們之前的物件格式 所以這些模組它可以很簡單的 透過我們的方向去跟彼此間做互動 甚至去跟起油爸爸或是其他的宿媒派在雖然是不同的Protocol 但它們其實可以透過一個框架去互通 那我們其實也有做這個 最主要是我們自己做的APP 我們自己也有做一些免費版APP 叫說等我們框架release我們也會提供 所以說你寫好一些音量 你可以直接輸入你的web冊給網址 你可以直接在Lopopan做一些簡單的控制跟讀詢 那目前呢遇到一些問題就是 我們其實人手不夠 因為要整個這麼多Protocol的話 其實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其實一個一個慢慢整 那第一個Protocol就是一直在出清的 像現在最近有我們Lora啊 對有沒有的 然後藍牙又要出有新的5.0還4.2Mesh OK 這邊就這些東西都要整 要整都是有在規劃 那但是還沒有人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說你提到說我要插不同的晶片 我想要用不同的晶片檔可不可以支援 那這個可能很沒辦法 我們現在支援的晶片有寫到分子都替代了 或是ESI的一些藍牙當工 OK 那隨便如果要寫這些不同廠牌晶片的專輯 可能也是需要一些製作 那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透過我們線路的框架 到底可以控制多少的 比如說藍牙的裝置 那因為現在藍牙大家不在路都走私有格式 那隨便說很多東西不能夠 不能夠控制 隨便說 所以我們才推廣一個 這個Follow國際標準的一個格式 希望大家可以Follow這個格式來跟國際接軌 同時我們也可以不同 那不過在我們軟體層上 我們也有寫一個類似Plugging的東西 就是你雖然你也可以自己定義私有的 私有的你自己的資料風暴任何 實際上只要透過我們的Plugging module 你就可以把這個Plugging進去 變成說你也是可以跟大家不同的 這邊我們現在比較缺忍 如果說大家各位有興趣 各位高手有比如說簽署系統 或前端網頁等很厲害的 有興趣也可以加入 那基本上我們Github專案 都是在這一頁有整理 我們現在目前在做的 這個主要就是四個專案 不同的Protocol 那CP目前在重構中 之前其實是第一個做的 但因為不滿意它的那個架構 所以我們又重構 OK 那所以這個 我們最主要的主力FreebookJS 那預計可能在11月時間我們會發佈 大家可以關注我們的那個官網 或是到處可以發佈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去上面去看一下 順便 我都覺得寫錯號可以幫忙點贊 那大家知道有什麼問題 那最終我們是 我們取名叫Freebird Freebird其實是一個樂團的 可能有名樂團單首歌 那我們是希望大家在物聯網中的 各位開發的時候 可以不要被物聯網網住 可以當一個自由 自由在物聯網之中的穿梭 OK 那謝謝各位 各位請大家請問 在場 在場會這種代表什麼 想到放棄一下 為何 雖然不然可以說時間就會進錢 那我們還有時間 對 在放飯之前 對 那個想知道 你剛剛有提到說ROLA 那我想知道說 你們ROLA有在進行測試嗎 好問題 ROLA 我們是有想要去玩玩看ROLA 但是我們還沒有去實際上測試過 我沒有查理過他們的網路通訓的簽訂 跟捷運跟捷運的一些報告 但是就我們理解的 他就是一個 他比較像是上層應用方的 他是比較像是底層的一個介面 就是在傳出資料風暴 但他會在比較高層應用可能 他沒有定義任何的物件格式 或者是管理的行為 所以那個變成是要使用者去去定義的 所以他未來的問題應該會是也是會有相容性的問題 他並沒有在他的物件格式上面去做 所以變成說 我們是想說這個未來可能是我們的切入點 可以幫他的 在他有限的通報裡面 我可以去把定義一個 可以跟大家互同跟國際接軌的一個物件的一些格式 幫大家可以方便使用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給大家當個問題 大家還有好奇想要問的嗎 那我現場採訪一下 你們做這個東西做了多久 從電腦那多久 從電腦那多久 運量大概四年了 沒有做了 在那個開始做之前兩個都在運量 之後其實做到現在已經做兩次做了 反正其實今年1月就要 對 總是貪心的嘛 對 現在到10月了 對 現在到10月了 好 那謝謝Ivan 為我們帶來很精采的影響 那在我報告兩個大會報告之前呢 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說 我們待會下午的場次會在立演十五分開始 那R2呢會有難得回來台灣的強哥 跟我們講一些跟以後這次的一塊東西 R1 R1講的比較硬 那硬的東西就是 像硬體我們都要讀Jetash 那軟體也有很多Poliple的Stake 或者RFD 那R1我覺得值得 要大家跟著HR1 欣賞一下 那R1有一些應用 可以非常 剛剛Ivan有提到的主題題 然後用在無人機上面 好 謝謝大家 然後 我等一下記得講大會報告 大會報告是12點45分 Lightman Talk會結職 在服務台那邊 然後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有捐 贈CodeCup的香油錢的話 記得去服務台裡取名的手續 好 謝謝大家 吃吧